在任何的影视剧中,正派可反派人物都有,不过对于这两个角色,似乎很多人都喜欢饰演正派人物,因为这样的角色会更加深入人心,受到观众的喜爱。 比如曾经饰演反派人物容嬷嬷的李启明老师,就是因为在剧中太令人讨厌,以至于在他出名都会被人骂去买菜,都会遇到不卖给他的情况。 虽然这些反派人物总能够饰演得出神入化,其实对他们的演技是有很高的要求的。 就比如我们说到现在娱乐圈中的大佬人物,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是成龙、红金宝等,确实他们在演艺圈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,但是对于反派却很少有人记得。 其实对于小编的印象中来说,周润发饰演的总是正派角色,他却有一个总是和他作对的好兄弟,他就是万子良。 他们两人在剧中,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两人永远是演的对立的角色,一个好人,一个坏人,两人的演技都是非常的棒。 因此他们两人是当时的两个阵营的代表人物,可见他们在影视方面有着多么大的影响,其实在选择角色上,之所以万子良是一个坏人,因为万子良正能够把坏人演绎得深入人心一些。 很多人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两人是对手,很难想象到其实在现实生活中,他们两个确实关系非常要好的兄弟,他们两人关系好到了谁都比不上对方的程度。 甚至当时也有人说过,万子良可以为了周润发付出一切,出生入死了,可见万子良对好兄弟的在乎程度。 而周润发也表示,万是他最好最重要的兄弟,他们的友谊令人非常感动,在事业上如此顺利,生活中两人也算是人生赢家了。 万子良和妻子感情非常好,虽然妻子比他小了16岁,但是两人非常合拍。 但是不幸的是,万子良在年轻的时候演戏太过于拼命,以至于到了现在他已经60多岁了,身体总有各种各样的毛病,因此现在的他总是往医院里跑, 但是身体还是没有恢复过来,这让他的家人非常担心。 可是更加令人感到意外的是,万子良在得知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,因为害怕自己有一天会离开人世。